开始 可以了 打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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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打光 开 白色 现在我youtube是开了黑暗模式 所以这个光线 可以看到是黑暗的光线 等一下等我调一下光线 所以这个macbook pro 就可以打光 就可以聊天 好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为什么突然间聊这个话题呢 或者是 其实我是觉得2020年的youtube正在慢慢的转型 其实我 开始youtube前三年我没有 主要 我拍视频拍了三年 但是到我刚 当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我上传了三个网站 那时候想 youtube是其中一个 然后 优酷然后b站 然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月开始 然后我就打算 只关掉了两个就专心是做youtube 所以之前的前三年我不是很认真的做youtube 但是我都有看youtube 所以我前三年一直是一个youtube的 观看者 然后youtube刚开始从零订阅 刚开始到好像是1000个订阅者 你才可以把你的 广告的收入可以开起来 好像是monetization 开起来 好像我开起来 才一年多 就等于是 我真正收到youtube的钱 应该是有一年多了吧 是不是差别多了 你忘记看我以前的1000个视频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每个月都有 那么一点点收入不是很多了 现在我的收入大概可能每个视频 一个英镑大概左右 当然旧的视频还是一直在 就是旧的视频 像存款在那边 每个月还是有收入 所以youtube的视频就是很有意思 但旧的视频其实它还是有在赚钱的 虽然只是几批或者几块钱人民币 但是至少 记少成多 现在基本上每一天我都可以有一杯免费的咖啡 这是现在我的情况 然后当我刚开始拍这视频 我不想被所谓的订阅者这些所捆绑 或者不是捆绑 就是觉得好像被 压着我走 就这个视频我想拍 我想怎么拍 我想怎么创作 就是完全是由我做主 我就尽量 或者是调整我的心态 不要被我的订阅人数 或者是所谓的流量 成为他们的努力 好像他们才是我的老板 其实这个 应该是 我是这频道的瓦西眼 扎飞眼 最喜欢扎飞眼 这种感觉 所以 anyway 其实我是蛮喜欢讲anyway的 anyway 所以这个就算我 这个月算我一个新的youtube 一个开始 今天跟他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youtube 要成为一个youtube者 或者youtube 就是踩着烂片上去的 或者是其实当我们拍摄youtube的时候 我曾经想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情形 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为什么简洁在开始拍摄youtube 其实我觉得 我看了 其实我在看youtube已经看了五六年了 每个youtube当我看 youtube当我看的时候 我都看到他们流量 哇 都是他们很厉害 我没有他那么厉害 其实当你看任何一个youtube频道 你看到他们最早的视频 你看回我最早的视频 你会发现很多视频都是由最烂的视频开始拍起 可能前 1000集或者前500集都是 很烂的视频 所以如果你问我youtube有什么秘诀 youtube就是等你拍了1000个很烂的视频 曝光声音等等 内容等等 或者是讲解等等 很烂的视频以后 你才刚开始懂得怎么去拍youtube 因为拍youtube给你拍电影 拍电视剧 拍很多是其他很不同的东西 可以讲youtube是一个由你自己去发挥你自己的风格的一个平台 当然当你拍电影的时候 电影有它的规格 有它的风格 当你尝试不同风格的时候 观众未必会接受 因为它是买票进去的 而电视台有电视台的风格 就是基本上你要跟着电视台的风台 台风去剪接 而youtube的话就是你自己建立你自己平台的风格 所以当你拍youtube的时候 你可以有任何内容 任何的制作 任何想法 你可以天马行空 差的就是不一定会有人看而已 所以 Nothing to lose 没有任何的可以失去的东西 所以拍youtube 我觉得就是由1000个 很烂的视频之后开始 我自己 这是我自己体会了 所以当我拍了1000个很烂的视频之后 我大概想到我应该怎么拍 所以 以前我错过的太多了 比如说 可能我真的很想拍一集 关于讲着gopro8 现在最近拍摄youtube的时候 我蛮喜欢 用 Herobar来去拍摄 因为小轻便声音 够用不是太好 但够用 可能有一集在拍 就是你会发现 当你出去走的时候 当你出去想的时候 题材的时候 你开始有一个 youtube的思维 以前你拍摄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一个 摄影师的思维 摄影师的思维 跟youtube的思维 很不同 摄影师的思维 是站在相机后面去拍 去需求故事 而youtube的思维是需要一点导演的 感觉 或者导演怎么叙说故事 要一些摄影师的技巧 用什么样的角度 用什么样的灯光 这灯光比较好 还要一些演员的风格 就是你在镜头面前 如何去表演 呈现你自己的 东西 还要一些后期制作的耐力 就基本上你要熬夜 把你的影片剪辑出来 所以等等 你会发现 youtube所需要的东西真的是 要最省的时间 扮演很多个角色去完成 所以我觉得 2020年youtube正在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youtube 我觉得youtuber 面对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五年来讲 是一个潮流的转变的话 就基本上 youtube这五年开始 会有审美疲劳 或者当一个主题 你看了太多 如果一个主题在youtube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 或者两个 三个去拍摄的时候 这主题是蛮新鲜的 但这五年当中 你会发现youtube的主题 当一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有 10个 甚至20个youtuber 甚至不同的语言去拍摄 比如说 这不是说好跟不好 不是在 批评任何人 而是讲 比如说弹吉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个 youtube channel 或者是youtube频道 就弹吉他翻唱在那边 去进行 或者是当 开箱的时候 很多会开箱 在那边 当最顶的开箱 还是那边 或者是相机评测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个 突然间 有很多相机评测 可以说是 2019年到2020年 youtube的频道增长 像是一个 宇宙大爆炸的情况 这样子一个 增长 所以你的频道 有什么样的风格 或者开始要想什么样的 方向 这是你应该去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 就youtube 和你开始考虑的 就是要走一个烂片的市场 所以如果讲我以前的1000集 是一个烂片 我也承认是一个烂片 我也觉得是一个烂片 我觉得 这第2个1000集 也是一个 尽量做一个 不那么烂的烂片 或者是我开始懂得 应该是怎么去拍摄 或者当拍摄的时候 就想了怎么去剪接 我同样还是尽量把 我的视频 任何的视频 缩小在一个小时的制作里面 因为这属于是低成本的制作 或者是没有成本的制作 最低成本的制作 去让我的youtube频道可以生存 因为我不想 花太多的时间 在我的youtube频道 但是我现在youtube频道 又有那么一点点的盈利 算是盈利 算是盈利 因为我的时间花的很少 但是花的少的时间 还没有达到每个小时的最低工资 如果以英国一个小时的最低工资 应该是六磅 一六银磅来讲的话 我每个视频的收入应该达到六银磅的时候 这个才到每个小时最低工资 所以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的 还是要 继续前进了 所以如果你是看我的 youtube频道的话 你不一定要订阅 也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我们好聚好赛 这个就是我的 心态 或者就是我不强求 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 我也不强求 你一定要认同我所讲的观点 我也不强求 你一定要听我讲的话 但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听的话 就是表示 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共鸣和的启发 那这样子 你随时离开也是可以 可能就让我暂时走 陪你走过人生的那么一段 我不知道我这频道会做多久 随时可能这也是我最后一个视频 只要我想停止的时候 我还想去停止 所以这个开始 拍摄一千多集的时候 开始懂得我的方向 懂得我的频道的中心 频道的价值 频道想做的东西 开始会越来越清楚 我想做的是什么 而不是 别人给钱要求我去做什么 这个是很不同的感觉 所以这个 我同样的这一千集 我还是这频道的 这频道还是由我瓦西 还是我一个人去承担 这一切的策划 拍摄 灵感 表演 剪接 上传 等等 blablabla 这些东西 所以 如果你也想做YouTuber 你要想清楚 现在 基本上 我相信YouTuber数量 可能很快就会超过中国人口的数量 我不知道 但是知道 你会反 我会知道现在YouTuber现在变成很多 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但群体庞大的时候 内容 就很难去 创作跟突出 我也知道 或者如何在 众群当中 有你的特点就很难 当然2020年也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一年 所以 我的频道的价值就是 以最 低的成本 赚起最低的利润 够生存就好 问谁在 哎 哎呀 别别 别上个行 啊 走进走进尺 好了 这个是今天的 突然间看 一个YouTuber的时候 看一看 突然间 因为刚才就是看一个YouTuber 看的时候就放了他以前 5年6年7年前的视频 你会看到那些流量 看到那些剪接那些制作的时候 每个YouTuber都会经过 所谓1000级 不是那么好的流量的东西 或者是 不是那么 你不要想 你一拍个视频 一放上去就很多的点击 或者就一泡而喉 如果是有这样子的 创作者的话 一泡而喉 很快 他的那个 第2个视频 或者第 后面的视频 就会压力很多 所以我觉得YouTube 应该是像爬山 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慢慢的来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子 按照我喜欢的 这样去做 按照我随心的 这样子去讲 按照我真实的 这样子去分享 所以也不需要有任何的 花种取楼 是不是 去 网集瓦 那个叫什么 花 花种取楼 反正你们懂我讲什么 就是你需要用一些 违反你自己个性 你自己心里面不是这样想 但是为了取悦观众的时候 去尽量去让你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这个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做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底线 也是我创作的底线 或者也是我建立在频道的底线 这频道 YouTube YouTube就是 You 你自己的 传播 就是我自己的传播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今天的 这一个乱七八糟的主题 所以 做YouTuber 真的是从 1000个 烂的视频开始 可能主题就用这个话题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讲YouTube 之前 我记得上一集我讲 我是一个YouTuber吗 当我刚才收到YouTube的第一个收款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打的问号 但是这一个我觉得 今天才真正开始 可能 我可以讲 是才开始 算是正式的 一个YouTuber吧 可以是这样子讲 也这个时候 我的想法 我的剪接 我的计划 都是以YouTube的盈利 或者YouTube的维持 这个频道的维持 无论是直播也好 无论是拍摄也好 无论是会员频道也好 无论是任何的方向都好 开始有 慢慢的形成了一个YouTuber的思维 所以我可以讲 这1000多集的时候 才让我想 拍摄剪辑题材 以一个慢慢是YouTube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很不容易 但是我还是喜欢是一镜到底 没有任何剪辑 就one take go 然后内存卡满了 电池没有了 还是就直接打个字说 算了 下次再录了 好了 今天到这边 下次见 来吧 couples 拿一刀 所有的